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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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信仰和信念 在我的理解和我认知里面 信仰和信念是两回事 不同的宗教 你去信他 就叫一种信仰 信念未必要与宗教扯上关系 就算一个人做事 对自己某一个想法 或者坚持 都是一种信念 人如果没有了信念 对自己的工作 或者在社会 或者在世界上生存 必定大打折扣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信仰问题 很多人去信一个宗教 他未必可以去包容其他的宗教 我的师父说你知 这么多年我说过数万次 每一个宗教总之是导人向善 每一个宗教 是一个好宗教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考究 这个宗教的 如何出处 可能大家会说 德师父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一直下来 比如信佛教 信耶稣 我们都知道出处 那些是一路传下来 是不是我们亲身经历 不是 但是我们有了信念 我们就会信 我们不会质疑 不会质疑 他说那些 是不是作的 是吧 耶稣 耶稣是不是香港人来的 不会的 我们一定不会这样的 好了 但是说 我们很多人信一个宗教 他不能够包容其他人的宗教 或者有些更甚者 去诋毁其他人的宗教 这些我就觉得是一种井底之话来的 我首先要否决了一件事就是 如果那个人是去攻击一个宗教 那个宗教是非与众生 就是利益为依归的话 那是正常 那些不是叫攻击 那些叫批评 或者叫踢爆 是吧 否则的话 各个宗教 或者每一个宗教里面 都有他们所谓的神 或者圣人 或者 什么都好 他们都是 历经很多的朝代 将自己一代全一代 加上自己的体会 思维 从文字 口述 图片 去告诉年轻人 是 所以我又很喜欢有些朋友 例如我举个例子 我相信佛教 我会去了解 相信天主教 基督教 或者其他不同的教牌 我觉得是OK的 OK的 就算共聚一堂 一起聊天吃饭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经常说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 没有谁比谁 但很多人 就好像 心中不能融合其他 自己的一个是自尊无上 没有自尊无上 即是好像你以佛教来计 没有释迦牟利的钱 有没有其他信仰存在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其他信仰存在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一定是帝冤 释迦牟利 我不信 不信 不信 我没有之下去 我没有之下去 提位佛佛祖 也不敢 但我们如果用一个 人云逆云的看法 我就觉得很离谱 再简单一句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很多人 即是 自己的心 是最诚实的 哎 我都不怕 人家都无痴 这个是什么科学年代 哪有鬼 这个是 有些人的口感 但是他的心 我想他怕 有些人是像个猫 真的 是永远口不对心 所以我就不明白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 要有这样的心态 怕就怕 喂 我怕黑不怕黑 怕黑不怕黑 怕黑不怕打把 即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这样的事情 但你有事你真的要求 你自己的困难 有事 的时间 或者解决不了问题 的时间 就算你自己的宗教 你觉得他未协助到你 你就会寻求其他工作 不是其他宗教去帮你 有的 这些事情是存在的 天主教 求佛教 求天主教 都有的 有的 包括我年轻的时间 我也有质疑 我自己都有这个行为 我不觉得是什么羞恥 这些事情 可以涉及到一件事 就是信念 因为人的信念 是一种摸不到的东西 是法治内心 我们的信念 令我们坚持 全部是靠自己 但要动摇我们的信念 有很多环境因素可以做到 环境 人 你的朋友圈子 或者一些资讯 就可以动摇到你的 如果你的意志力不高的时间 就可以动摇到你的 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刚刚说 你的环境 当我拜了A仗的时间 我风光 我每样的顺境 去假我当真 是吧 因为我们真的 我们没得去buy out 是吧 我拜了 我拜了万宝露 我就 做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生意都可以 聊什么都可以 都closing 做什么 都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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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但是 相反来说 如果 事事不得已 观音 你都当假 他都不帮我 他都听不到我说 存不存在 是不是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八字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身边所有的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是有感官的 我们感官很受外来的影响 我们不能够坚信我自己 自己选择的东西 我以前说过很多很多次 我信佛教 信恩道教 大大话说 数完整 二十六七年 撇开我 不要说我是师傅 师傅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 哇 如果我将 PK 和Lucky 算一算数 顶了老子 打和 分分分分钟 PK 多过Lucky 好 我想问你 我就以 我看Maka 你去说 你说他存在 还是不存在 其他人会拜会好 我拜会这样 为什么 但有时候我拜会好 别人那些一拜就糟糕 我说这些俗语 大家不要介意 我觉得 我想比较 不要太拘损 我不是藉口 因为是事实 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 造成这样 令到我们一路下来 我们的信仰 不会持久 就因为我们的信念 根本 都不知自己想要些什么 谁不想自己一生 风平浪静 顺风顺水 我想问一百个人 一百零一个人 都希望 绝对 赞成 认同 是这样 但很多时候 事以软为 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 好像 现在网上的资讯 这么发达 有很多 很多 包括我在内 我们 知道一些新资讯 或者我们从来未知道的一些资讯 包括片 文字 音乐 说话 也好 我们根本不能够每一件事都说 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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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 Facebook 有些朋友 我很喜欢 每一件事 看完后 哪里会认识 慢慢去求解 因为 有些不是别人说 去骗谁 是骗谁 有些是 譬如 一种 习菜 拿出来玩一下 我们有些人看 我搬过来 是真的 那我们一个传一个 是真的 那一个人说真的 那我们就完全不是信仰 我们是人民认为 人家说彩英国是完的 我们都说是完的 好了 那我们怎样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之余 我们的信念就会强 首先我们抛开了我们自己所信的宗教 那个主观性 我不是叫你信佛教 不要 心中 不要有佛祖 想着耶稣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要有一个主观性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宗教 比哪个宗教 比哪个宗教 我不相信 我绝对是 没有办法 不相信 我们抛开了一个主观性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去 探讨别人的宗教 去了解人家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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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宗教 更加强 大家可以不妨去试一下这个行为 有很多东西 口是没得撑的 好像很多科学是解释不到的东西 很多科学家 这个世界上这么科学 哪有鬼神 是吧 他见过什么 但是现在很多 在文献上 或者在网上的资讯 很多外国人 都反而比东邦这边更加强烈去研究一件事 例如灵魂学会 他们说过二次元 三次元 等于我们不同的空间 三界 人界 天界 鬼界 不同的空间 原理都一样 他们死后去试试 人死后离开 那个肉体 和我们灵魂出竅 或者三魂七魄来看 原理大同 是吧 就是乾坤一样 气流 等于气流 我们 又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他们又 因为 我们有一件事 被别人差 是什么呢 人家会去侮辱 但是侮辱 有些事情 他们自己解释不到 他们就去探讨 近期有很多电影 有些还未播 还未播 有一套 我在网上看到一些 所谓叫做 commingtune的预告片 特意自己 令到自己 什么 死亡三分钟 七分钟 几多分钟 自己脱离了之后 是怎样的 那个内容我都未知 因为那套戏未播 我只看到 那支片头日 是爱国片来的 是吧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件事 不会无端端 不是作者 不是说 拍片写稿 一定有根据的 虽然未必 全部百分百是真确 但是有根据的 好了 如果大家留意 我听我的节目 我以前才会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哪一集 哪一年 我有说过 每一个人 喜怒哀乐 身上的磁场 都是不同的 我们念每一篇咒 咒语 我们发出来的那种 都是不同的 我告诉你 一个实例 我在网上看过一段 一段影片 是台湾的 是台湾的 他大概说了 他的背景 就是 那个研究的 是一个博士 男性 我想他年纪 应该有五六十岁 他一直去研究 这件事 就是人家反而 他觉得有灵通 有神通 或者有天然通 一直的人 都觉得他是傻 或者他可能是 蛙众取宠 誤導其他人 和科学 完全脱离鬼迹 后期很多人 包括他 这部影片 包括他的学生 去试试他 去找另一个 他真的可以 用他的帮法 就是那个详情 我都不太记得清楚 你写了一张 写了一个字 一张字 放了一个黑色的袋 去找一个 另外一个被实验的人 他能够用一手 感应到里面 你写什么 而其中有一个 写了一个佛字 那个女生 是感应到 一个人 一个人形的物体 全身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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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事情 是不能解释的 就是可能 如果是 我去说 加拿大师傅 你做这一行 如果你说没有 那谁找你啊 我从来 我不是很在乎 这件事 我从来 我告诉别人 或者和别人去 闲谈也好 我都和大家说 一定要理性 不要迷信 但是有很多东西 你不能够质疑的存在 尤其那些 口口说 我不怕那样 不怕那样 大哥 信耶稣也要看风水 是不是 不是什么出奇的事 我也不是诋毁别人 我不觉得什么出奇的事 这个世界上 哪个人 不想自己会好 有些事情 你不能解释 是不能解释的 是吧 那是否代表 那些例子 是否看完风水之后 你坐着就不用做 那不是的 但是说 你看完风水之后 是不是 对你有一定帮助 那绝对是 是 如果你说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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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错 不是其他师傅错 是传下来 是一种学术上的 是吧 就是 你很简单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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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解释的 就算很多人 很多人 都是相信风水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得到 难道那样 又是道人迷信吗 所以我们 就是 宗教信仰 好看个人 好看缘分 但是 信念 是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 没有信念 你做什么都不理 是吧 即是你 你去信个宗教 你一定要对你的宗教 有信念 你坚信他 不是你信什么 你做一件事 撇开宗教立场 你都要坚信 有个信念 我可以成功 我努力 我陈步漸进 我跟随规矩 我去做 我会成功 你洗横手 就另外一会 是吧 正常情况下 跟随规矩 但如果你没有信念 你输了 你输了一半 你上台 打BB也是 你上台 一看到 对方很健碩 我又不够他抽 你输了一半 就不用打了 那是什么 难道我佩祖套来 你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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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信念 你有信念 不代表你 抽不赢 你都会经过你的训练 你的训练 你才会上到擂台 那你的信念是否很重要 还有一个东西 人最忌忌就是掩耳道理 或者自己骗自己 有些东西 是存在 但是很多人的口 不是的 自己骗自己 有 这东西我不否决 但是未必见 这件事也是 那你知很简单 未来 7月 今年6月 所以延期了 7月 鬼节 或者万难社会 也好 我们很无聊 是吧 我们是很无聊的 如果你不信那样东西 真的是一种功德利 我们做的行为 是很无聊 几千年来说 是很无聊的 再者 如果我们的宗教信仰 和信念不相信的话 即是 根本不存在 或者什么 好了 譬如举一个例子 你说的神佛是不存在 或者耶稣不存在 那我们不需要相信有报应 这些人 大家平心想一下 来想 即是说我英俊 良者居吃 我权力大 但我有钱 我怎麽都可以,報什麽應? 根本沒有報應,我沒有神,哪有報應? 我就是你威風,我就是我威風 但有些人說奇怪,我又不相信鬼神 但我又會經常說,你這樣對人看著你 將來生產武士分,看著你會報應 但你又要講報應,是否很自相矛盾? 你相信那個宗教,尤其是佛教的 你要做好自己,不要做那麽多壞事 來世你就會做到好人,或者脫離人間的苦 去西方紀錄世界,你要相信嗎? 你要相信嗎?沒有人死過,沒有人會告訴你真相 可以說真相給你聽的 可以說真相給你聽的人,死了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如果不相信我,有些人反省一件事 我不相信有鬼神,我沒有這個信念 你不相信,你不需要相信有報應 沒有報應的了 沒有說你今天做壞事,將來有報應 只有人類的法律,你做了之後被人發覺,抓你 那個不是叫報應 那個不是叫報應 是人類的法規,每一個國家不同 你發現了被人去告問你,或者去什麼 警察去抓你,抓你便成此愈法 那些不是叫報應 如果是報應的話,即是說,就算人間的法律 控制不到你,發覺不到你也好 你有一天,你都會受到天獻 或者會禍言下一代 那為什麼會呢? 因為有神,就必有鬼 有鬼,六道都是眾生 你傷害人,人家都會討回公道 就是一種冤孽,就是一種冤孽,就報了 那如果你沒有這件事 你不相信這件事 人死了便死了 是不是? 這部車壞了,他不會變成鬼車 沒有可能這樣 死了就死了,就當爛天 變去,買個身子 所以說,如果有些人去 我不相信鬼神 你就不相信有人這樣報應 你被人欺負,就因為你不夠班 就沒有報應的了 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有鬼存在 你要去行善 即得 因為你相信有報應 去未有報應,去今日 他只是幸運 時辰到,他要找數 有些事 我在做一行,我沒有說這行 我信罰這麼久 我是知道的 但是近幾年,我查自己家裡的事 我更加領悟到很多東西 我自己也解釋不到 給我自己聽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報應 我信神是這樣的 是吧? 即是 一般人都是虔誠 我回答你,不是因為我是師父 我是不是師父 我是不是師父也是 我很執著於一件事 舉個例子 你認識我的人就知道我不會遲到 跟原理一樣 我一定是做到那個 我深信這件事 和這幾年我看到 是有報應的 有些事根本是沒得解釋 他要究竟找數 他就要找數 沒有人可以給 何況我深信 雖然我今集是講師父 告訴你,我不是講覺醒 很多東西就是我的信念 這個信念不是我個人擁有 每個人都有 我眼見很多朋友 由很低或者不理解 他有了他自己的信念 他的生活是有可能的 可能很大的 變化或者很少的變化 但是一定有改變 因為他相信他自己 不是相信我 相信他自己是可以的 可以的 我們就像莊香一樣 上香給神佛也好 燒著一些東西 又不環保 燒著什麼 因為你相信那些香 是和神請安 你才會點香 是不是 你不是這個行為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變成了宗教信仰 信仰 和信念是掛偶的 但是信念 就未必要和 宗教是掛偶的 相關 但是如果一個人 是沒有了那個信念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人是注定失敗 是成功的 是僥倖的 失敗正常 信念 信念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可以由善 改到惡 也可以把惡 變回為善 看自己的信念 不要說 我都做不到啊 我不信這件事 我三股屁 好像我塗自己的家 以我的能力 以我的才力 以我的人物念 我是塗不到什麼東西出來的 經過這三年 我塗很多東西出來 差不多收成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堅信 我相信我的能力 我相信 既然在這個時刻 才讓我知道 一定有一個原因 我相信我一定會知道 只是遲早的問題 我堅信我自己的能力 如何辛苦 需要時間多久 但我堅信我有能力 我會查到 我亦都堅信我身邊的人 能幫到我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兩個字 但做下去 未必會做得到 我不是自誇自己 這是事實 因為去堅信 那個時間 沒有規定 堅信是可以動搖的 所以就好看自己的堅信能力 主持能力在哪裡 所以既然大家有自己的宗教 我覺得 你對自己的宗教 一定要去堅信 對自己做事的人 一定要堅信 其二就是 去包容別人 學別人的長處 包容接納 欣賞 學習 我們才可以 將自己更進一步 是吧 好了 時間也差不多 看下 師傅告訴你 有實共鳴 跟大家說什麼 OK 拜拜 我們在這裡 做什麼 你會不會 在哪兒 看下 因為 做什麼 想像 我會不會 有什麼 操作 你想像